這邊呢 順便請了工作人員準備 他們穿走了24小時之後的衣服呢 進行來讓我們進行檢測 今日はこちらの衣類を使って 金の数をそれぞれ測定しまして 皆様にご覧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可以直接上呢 來偵測救護人員 穿過20小時後的衣服上面的細菌數字 有多少 讓各位現場實際上很見證 皆様から向かって 右側の衣類が アタックキポーキンEX 柔軟剤で処理して 着用した衣類です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目前您的右手邊 就是使用過了我們的 抗菌EX 異菌柔衣菌之後的產品 そして 左側が 柔軟剤を使わずに洗って着用した衣類です 那各位的左手邊呢 就是沒有使用 我們這次的 抗菌EX 異菌柔衣菌的產品 看到我們用 研究人員用檢測棒 直接在衣服上面採取 目前衣服上面有的細菌數量 およそ衣類表面の10センチ角に存在する 菌の表面を拭き取っていきます 是的 我們現在在採樣的細菌數量 大概就是在衣服的10平方公分的 面積上面有的細菌數量 こちらの拭き取った菌を 測定する溶液に溶かしていきます 接下來我們將採取下来的細菌呢 把它放在 混合我們這個檢測的溶液裡頭 進行 柔軟剤的混合了 はい それでは準備が整いましたので 早速 順番に 菌の数を測定していきます 好的 那我們現在已經把細菌 融入了液體裡頭 現在就可以接一看 檢測液體裡頭 大概有多少的細菌數量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在螢幕前面呢 你可以看到現在 我們的檢測機器現在倒數 只要再過5秒鐘 就可以看到我們解釋出來的數字 一共有多少 まずは 柔軟剤を使っていない衣類から 測定していきます 好的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是 先看到 我們沒有使用 柔衣精洗菌之後的產品 你可以看到 它細菌的數量為 3.9 好的 接下來 我們就放另外一個 就是使用了我們的 液菌 柔衣精洗菌多的衣服 我們看一下 檢測的細菌 數量又會是多少 這個一樣 請各位 記憶後 大約在過5秒鐘的時間 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檢測出來的數字是多少 果たして 菌の数 抑えられているでしょうか 那不曉得 新菌的數量到底會變成多少呢 35度出ました 先ほど 衣類の重産剤 使っていない衣類に比べて 最近の数が抑えられている ということがお分かりいただけたと思います 是的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檢測出來的數字是35 我們先聞一下小紅說 第一次來到現場當中 這有什麼樣的 有沒有什麼樣的心得 看到我們現在的場地 要不要先跟我們現場的朋友打聲招呼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詹妮小紅 很高興的參加這個場地 你比我想像中的都講了一句 對 對 我還以為想說 講完詹妮小紅就沒有 我今天很開心看到小紅 因為其實我平常也是她的粉絲 想必今天現場當中 應該也有很多的貴賓 或者是我們旁邊的一些路過走過的朋友們 是我們詹妮小紅的粉絲 並且常常在follow詹妮小紅的郭洛格 以及她的粉絲很專業這樣子 因為最近 我也知道說 其實因為照顧彩彩 彩彩是她兒子的名字 照顧彩彩非常勞累 那其實像你這樣子在一個多重身分下 又要兼顧就是郭洛格 寫作的部分 然後當然我覺得最勞心勞力的部分 還是當媽媽這個角色 對不對 沒錯 因為我覺得當媽媽都有一個困擾 你每天就是時間都不夠用 然後像我呢 我都只有晚上才有空洗衣服 真的 因為其實我本身還有在上班 那其實就算是全職媽媽 幾乎真的要等小孩子睡了以後 才能從事那個家庭所有事情的活動 所以說我們幾乎都是晚上才洗衣服 那晚上洗衣服 衣服就是曬不到太陽 就是悶悶的 就算其實白天洗 台灣這種天氣 通常都會有一種潮濕悶熱感 真的 真的會讓所有的媽媽都很頭痛 好嗎 好嗎